妹夫谋害妹妹哥哥铁丘反击 可被保定的一对夫妻因为闹矛盾 妻子知道了他哥哥家里 一天夫妻在电话里吵得是一喊 丈夫气不过就直接开车到妻子哥哥家里 见到妻子以后 他突然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刀向妻子付付赐了回去 哥哥看到以后这哪赢得了啊 平常气负妹妹就算了 这次妹夫是想直接了了妹妹的命 于是随手拿起面子的铁丘 直接朝着妹夫的头拍了下去 妹夫紧紧的抱住妹妹 还拿妹妹当榜监拍 而且始终不肯松开手里的刀 哥哥呢只好不提到打妹夫的手的腿 打到他松手为止 然后夺过他的刀 开车把妹妹送到医院救治 好在抢救其实啊 哥哥把妹妹救了回来 而妹夫呢经常就不想死亡了 汐水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哥哥有期同行三年 赔偿亲家母三十万 哥哥不服申诉 法院经审理后重判 认为哥哥是为了保护妹妹的人身安全 进行的反击 属于正当防卫 所以判处哥哥无罪 您继续这样的判决吗 说什么你看 可能不服申诉